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八分电影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电影是独立日 提起独立日,大多数人便把它列为必看的科幻类影片的第一部 同样的,作为90年代的作品,比起现在的科幻大片依旧毫不逊色 并且可以做到一直让人回味的地步 这部电影可以说是具有高度魅力了 这部电影优秀的地方不仅在于它展现了人类在防御外星人上的谋略和团结一致 而且更像我们展现了在那个时代里最好的外星人文化 在人们第一次登上月球,这一壮举可以说是人类文明的进一步提升 毕竟我们探索了那个不为人知的宇宙 也就是这样才有了这一部独立日 就在登上月球的20年后,一艘外星人的飞船抵达了地球 并且释放出了无数的宇宙飞船,企图占领这个地球 人类也不蠢呀 就在宇宙飞船刚刚降临的时候 一位人类工程师就发现了异样报告的美国总统 并且开始和各方面人员制定应对之策 结局不出所料 在全球空军的共同努力下 打败了外星人并且成功地守护了地球 守卫了世界和平 也许你要说的就是这种套路不是早就有了吗 这部电影也没有啥稀奇的 那我就要说你有这种想法就是绝对的错误了 这部上映于1996年的美国电影 在上映之初就收获了大量票房 并且一跃成为了当年票房最高的电影 但就是这样一部优秀的影片 却并没有马上推出它的续集 而是在20年之后的2016年推出了独立日2 或许有的观众会觉得 这是不是在炒冷饭 但我想说两部电影都同样的优秀 并且值得一看 独立日相比于其他科幻电影 最大的优势便是解决了科幻迷们 对于外星人的文明究竟发展到何种程度 给出了解释 至少这些外星人在科技程度上 要比人类高出远远一节 在电影一开头出现的巨型母舰 便足以让人炸舌 再看看我们当今的人类国家 也并不是每个国家都有足够的能力 可以制造航空母舰 更别提这种超大型的 可以穿越宇宙的巨型母舰了 电影中并没有盲目的去夸大外星人的能力 尽管他们有数以千计的战斗机和能量保护罩 在观众看来 可能这场仗都是人类输定了 但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导演却赋予了这个人类工程师一个重任 工程师潜入了巨型母舰里 并且改写了编程 成功的破坏了能量保护罩 没有超人 没有蝙蝠侠 也没有美国队长 就是这样一个普通人却拯救了世界 我想比起超级英雄 观众们更愿意看到的是 这种普通人拯救世界的故事 这部独立日更加突出的一点 或许在于强调了全世界人们的力量 那种团结一致 在一定程度上更容易抓住观众的心 或许你会说 那环太平洋呢 那不也是强调了其他国家吗 这并不相同 在环太平洋中 我们看到的更多的还是美国的个人英雄主义 其他国家道德可能只是打个酱油 而独立日就不同了 它是真真切切的让我们感受到了 人类才是地球的保护者 好了 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我们下期不见不见사 感谢观看